今天要介紹給大家囉 而且這很好吃耶 對不對 我們要介紹這個是蚵仔 芋頭對不對 真的 芋頭很好 可是芋頭要注意喔 它是主食喔 它是澱粉類啊 跟地瓜一樣 很多媽媽聽說這芋頭好 因為它裡面的纖維質好 對身體好 所以媽媽就加粉配芋頭 所以媽媽就加粉配芋頭 不對 對 你要把飯放一碗 換成芋頭 它是會飽的 好 台灣的話就是大甲 高雄的甲鮮、金山都有 金山的芋頭泡皮有 芋頭好像有分耶 有分兩種 對… 多種都是兩種 大湖的嗎 大湖 它有牛奶芋頭 對 可是我們對於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去挑它就是沒有蟲柱 然後要清是能種的 芋頭要清不能種嗎 芋頭要清爽 對嗎 你才濺 人家都想說有水分比較濺 沒有 只有芋頭 芋頭要清 然後壓起來要紮實 不可以爛爛 然後這邊呢 切口的地方 因為它會切 也留下昏昏 真的 有一點粉這樣才是對 好 那現在怎麼料理這個東西呢 但永哲來做芋頭餅 今天的中心是在 芋頭 在九尾到四尾中間 是最好吃的喔 近日時 要清爽外表 完全不健康 重量 不要太重 今天要清爽那種 是最好吃的啦 接下來 這芋頭師就要用這個 中心的芋頭來做料理喔 芋頭 這個芋頭 感覺跟剛的不太一樣 已經蒸好了啦 整個這樣蒸喔 不用先削皮嗎 沒有… 你削皮一削了之後 有時候養分會流失 然後它芋頭會太多 可是我會很不習慣這樣耶 為什麼 因為芋頭外面脆脆脆脆脆 你有菜好啊 用切的也可以啊 先把它這邊切開 放這邊 然後你就用刀子 順順的喔 這樣就切開啦 真的 我真的從來沒有把芋頭 直接整顆蒸 我都是削了 切大塊下去蒸 會建議說蒸的話是整顆啦 比較不會燒水太多 水太少 對喔 我們本來為什麼要挑蝵仔青的 蝵仔青的就要鬆嘛 你沒有 你反而把它一直蒸蒸到裡面 都跑進來了 好香喔 蝵仔真的有個奶香味 好香喔 真的耶 因為歐巴想要蒸的時候 有一點水氣 對啊 你要鬆啊 你如果不鬆 它這個… 它本身的水分是夠的耶 夠啊 我煮小時候 只要看到有這個芋頭啊 這個動作啊 就是我阿嬤以前常在做的動作 你阿嬤會做什麼料理 她說芋頭做什麼 蚵仔 蚵仔 不是蚵仔啦 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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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香喔 趕快把糖放進來 這時候放糖啊 嗯 你現在要做的是甜點嗎 鹹甜鹹甜耶 鹹甜鹹甜 嗯 那糖進來遇到熱度它會溶 它就會生水 好 再捏鬆 那油一粒粒的不要太在乎啊 喔 為什麼 因為吃起來很有口感 因為熱度不夠 我剛剛已經用水了 好 我來爆看看 嗯 這個要燙燙 嗯 等一下喔 就剛吹起來水管最快 對喔 剛吹起來水管最快 不然會太乾了 這樣可以 差不多是這個 對不對 你看它抓起來輕輕抓就 開球喔 這樣就開球 然後是這個意思 好 那你抓 抓起來不要捏太死 可是也不能不死喔 不然會瘦 一球多大 超這麼大 你看我的肌肉超這麼大 因為緊沒關係嗎 緊可是不能太緊 它是塑形啦 塑形 對 因為緊待會還要再緊 差不多一樣大 可以嗎 再大一點點 OK吧 差不多啦 我們沒有加這個東西 加糖啊 蝦仔 這樣子 然後加一點點低筋麵粉 所以等一下吃的時候 會不會沒味道 好像蝦仔裡 所以有醬喔 有醬喔 好來 放進來煎 直接下鍋煎 直接下鍋煎 好 那這個蝦仔已經熟了 所以要煎到什麼程度 你還是要煎到焦焦吧 很快耶 這邊它會吸油 可是看到蝦醬裡面 也沒保險啊 對啊 就是比較醬油嘛 雖然這意思差不多 對不對 也是吃原味 這邊是醬油 這是柴魚醬油 柴魚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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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個三匙左右 三匙 然後把醬油 然後把醬油放進來 你看這稍微酥酥的 那個顏色 柴魚醬油 然後放三匙的糖 但這個是半碗嗎 你說醬油 差不多 然後三匙的糖 所以鹹甜 你當然鹹甜鹹甜就對了 這是甜的 你放糖嗎 這個也有糖跟鹹甜 鹹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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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會泡在醬汁裡嗎 還是用沾的 淋上去 用淋上去 對 用淋上去 好 現在還沒有完成 好 這邊就煎到兩面金黃了 對 好 這邊就煎到兩面金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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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差不多了 很大顆 明顯你看它黏稠 好 這關起來 這可以關起來 有點恰恰的感覺 澱粉類 只要一煎過都很香 澱粉類 三角飯有煎乳香 很香 這個也是 馬鈴薯 對不對 這個醬真的好稠 其實這個醬有點像日本那個 地瓜餅的醬 對 來 這邊比較漂亮給大家看一下 讚不讚 來 試吃 很純粹的原味 迷在的強調原味好 這個 因為它乾 所以你不要吃太大口 切太大口 咬一咬一咬一 不過中間很軟 對啊 很酥耶 很香 外面這層次超酥的 然後那個醬油的甜 你看 跟糖的甜跟芋頭就很搭 不好吃 好好吃 這個不好吃 你說很乾也不會 因為你在吃的時候 澱粉會讓口水分泌 對啊 你吃比較慢 很好 你看你有一點那種 你還說焦糖香好吃 我覺得焦糖醬油也不錯 焦糖醬油 然後外面那個酥酥 你放一點這個 那個低筋的麵粉 所以稍微煎一下 外面就很酥了 是因為麵粉的關係 怎麼這麼酥 裡面很鬆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只要快一下去夾 整個就開了 而且很酥耶 就跟剛剛蒸起來是一樣的 然後外面很酥 然後外面很酥很香 然後我們等一下 這個糖的西筋裡面 它有一點焦糖香 脆脆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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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路邊老奶奶 日本老奶奶 推個車子 對… 然後要旁邊賣 很酥 好吃 好好吃喔 一定要試做看看 你喜歡蚵仔嗎 喜歡蚵仔的人 不能夠錯過這一道料理 你來吃一看有沒有 記得加那個麵粉 水多的時候加點高筋 水少就像我們這個地勁就好 一定要采魚醬油 加糖 我應該泡泡很大 你上去 謝謝 謝謝